先讲一下扎枪的误区 扎枪分为表演性的、军队式的、实用性的 从实用性来讲扎枪的话 它应该是把枪的力量作用到对手的身上 而不是作用到自己的身上 如果是表演的话 它是把枪扎出以后 自己身上靠的 给人一种那种刚劲有力的感觉 它是属于一种表演的 真正扎枪的话应该是 要把枪扎出去 就是扎的时候要松 用松 要力量来自一脚 来自一脚 叫起 落 起 落 胳膊、肩膀、腰 它都是要放松的 它是利用身体的重量 身体的重量呢 蹬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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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然后再落 扎出去以后 然后再落下来 蹬腿 起 落 嗯 还有网上还有一些说法的话 就是 就是那种 靠腰 这样去 抖 用腰进去抖 这种腰抖的话 它也是力量是作用在 自己身上 它没有把那个枪的劲儿把它抖出去 它不是腰进 它是一个 它是这个靠位 把它抖在这个地方 然后蹬腿 它是腿进不是腰进 因为 腿 你的脚不发劲的话 它是没有跟的 没有跟进的力 你怎么发呢 所以说 那个说 用腰来发劲的话 那 那都是不对的 蹬腿 走 蹬腿 走 蹬腿 蹬腿 落 蹬腿 起 蹬腿 蹬腿 起 蹬腿 起 起 这 这 是 军队的 拿 杀 它是针对了一个大枪的 拿 拉 杀 它 它 蓝的发力也是蹬腿的 蹬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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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 杀 力量是来自于脚 它不是来自于 腰部 跨部 腰跨 它只是一个 把控方向的一个作用 就跟那个汽车的那个方向盘是一样的 它不是主要的发力点 它是一个斜头 斜坐发力的 部位 所有的力量是来自于脚 还有一些就是 很多人是这样 用胳膊去用的 这样去扎也不行的 你就是这样去扎的话也是蹬腿 不要用胳膊 蹬腿 把这个势头打出去 打就顺势一带 不管你是怎样去扎 都要力量来自于脚 所以说就是一定要分清楚 扎腔 它就是分表演性的 跟实用性的 还有军队用的 因为军队的枪很长 已经过去作战那个枪 三四米长 你要去 你要去一枪 我们这个短枪的话 你这样去打的话 它肯定不可能 你这样去打 是不是 它只能是这样扎 然后退回来 然后敲 压 是吧 拦 拉 它只能是这样 它不可能 这样一翻过来去打吧 因为它的枪太长了 所以说就是 概念要分清楚 实用性 观赏性 再次军队冲阵作战的 长枪 大枪 我们说的大枪 针对这个枪的 它不同种类 我们来区分 怎样去运用这个枪 好 包括 带草 继续 更发动 我们今天 去述 带草 外头 开 ウイ 一 一 二